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消息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今天表示 由于美国国会大厦发生了暴徒骚乱 纽约市将终止与川普组织的一切合同 这些合同涉及中央公园的两个溜冰场 中央公园旋转木马 以及布朗克斯区世俗高尔夫球场的川普球场 而白思豪表示他结束这种关系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本人煽动了暴力 在周三接受采访时白思豪表示 煽动反对美国政府的叛乱显然构成了犯罪活动 纽约市将不再与川普组织有任何关系 此外根据记者在现场拍到的图片 副总统彭斯的官邸外已经被围栏包围 而这样的围栏在此前从未树立过 此前川普总统将怒火转向彭斯副总统 导致彭斯副总统一度受到威胁 川普总统关联律师林伍德甚至公然喊出要行刑队随时待命 第一个对准彭斯这样的行为 而后来记者又发现在今天早上开始进入国会山时 国民警卫队在地上正在休息睡觉 原来他们彻夜并未离开 整个国会大厅里可以看到国民警卫队的部署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Axios的消息 消息人士告诉Axios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唐河审判中投票给川普总统定罪的可能性大于百分之五十 有一位与麦康奈尔关心密切的共和党高层人士表示 参议院正在推动一场针对川普的反革命 而这将是美国政坛历史上非常令人震惊的一次投票 由国会中最有权势的共和党人投出 麦康奈尔的投票将为川普被定罪 并被禁止再次竞选总统的可能性打开大门 而现在有一股反川普的气氛正在国会山共和党人中蔓延 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怀恩明州的切尼 她是众议院共和党第三号领导人 也是建制派的顶级代言人宣布她将投票弹劾川普 切尼在谈到国会报推出说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如此背叛他的职责以及对宪法的宣言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并被华尔街电视引述称 麦康奈尔已经告诉同事他认为川普总统犯下了可弹劾的罪行 他很高兴民主党人正在采取行动弹劾他 而Axios同时被告知麦康奈尔将这一场斗争视为他的遗产 必须要捍卫参议院以及机构抵御总统和其追随者的攻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一篇报道 在上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混乱后 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正在寻找一本绝版书的副本 了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反对中国在三十多年前似乎就预测了美国因为国内冲突而衰落 其中推动需求上涨的是作者本人王沪宁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号领导人 也是中国三任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论家 在二手书拍卖市场孔夫子上有一些副本的价格 已经飙升到超过一万六千六百人民币 相当于两千五百美元 这是其一九九一年原始售价的三千多倍 当时日本被视为美国更大的经济竞争对手 专家表示对于这本书的兴趣是人们重新渴望了解正处于内部冷战中的美国的结果 从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中国对美国的疑虑肯定会增加 国会山的动荡在北京被解读成为迄今为止最有利的信号 也就是美国的社会裂痕是越来越不稳定的外交政策转变的背后助长力 谈判伙伴的不稳定意味着公众信誉在下降 违背合同或者是沉默的风险更大 专家分析表示 这样的怀疑态度也说明了华盛顿的政治纷争 是如何在川普总统领导下四年进行了震荡和加剧 同时在拜登最困难的任务中将是说服中国的习近平 做出超越一年前川普总统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让步 与此同时习近平现在似乎已经受到了鼓舞 原因是中国提早控制住了冠状病毒 经济提前复苏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最近特别强调自己自足并为长期斗争做准备 本周早期时候还敦促官员不仅要敢打还要善打 而国家媒体也指责美国放弃了四十年的接触政策 而选择了遏制 王沪宁的这一本书是一九八八年在美国进行学术访案时写的 书中预测美国强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最终会造成裂痕 削弱其竞争力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建立在集体主义无私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 反而占了上风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样的论点并不那么占得住脚 美国在那个时代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日本和苏联的斗争中 有一个崩溃了 另外一个经济停滞不前 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 但是中国现在越来越自信 认为这种力量平衡可能发生了变化 除了美国过渡期的混乱之外 美国与冠状病毒斗争失败 种族抗议以及枪支暴力 所有这些话题在中国官方媒体中都占有显著位置 也助长了人们心中有关于美国衰落这样的说法 而习近平在地方官员的大会上更是对省部极高官喊话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时间形势对我们都有利 还补充表示认为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而中国国家媒体则更加直接了当 新华社周二发表社论认为 国会山沦陷证明西方民主不再奏效 在盟友眼中美国已成为失败的国家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消息是透露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云谢峰即将离任 但是不知离任去向 最近半个月来香港以及海外媒体都提及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即将退休 而北京方面也在考虑驻美大使崔天凯的接班人 谢峰的卸任可能与人事更替有关 外交人士向中央社指出 有一些外国驻港总领事近日收到了谢峰来函 内容是向各总领事道别 说明谢峰即将离任 根据特派员工署网站资料 谢峰在二零一七年来港出任外交部驻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工署特派员 此前大部分工作与美国有关 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三年 他担任中国外交部驻美大使馆参赞发言人 零三年到零五年又担任外交部北美大扬州司参赞 零五年到零八年做北美大扬州司副司长 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零年担任驻美大使馆公使 二零一零年又到二零一四年担任外交部北美大扬州司司长 资料显示谢峰在一九六四年出生 今年五十七岁来港前是中国白交部驻印尼的特命权权大使 谢峰的这一次变动不知是否与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以及驻美大使崔天凯人事有关 此前星岛日报曾刊文章说文章分析中国过去几任驻美大使中 从李肇星杨洁篪周文崇张叶随到崔天凯都是从副外长之中挑选 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而外交部现在有五位副部长 身兼中央候补委员的常务副部长乐玉成是下届外长大热 主要从事俄罗斯中亚事务驻美机会不大 排名第二的郑泽光则内定接替刘晓明 曾经担任驻印大使的罗兆辉主管亚洲事务 秦刚则奉管欧洲事务 各个人与美国都没有什么渊源 而星岛日报文章据此猜测 排名仅次于乐玉成郑泽光的副部长马朝旭 可能是中国驻美大使接班热门人选 马朝旭也只有五十七岁 曾经当过驻澳大使常驻日内瓦代表 常驻联合国代表 目前封管的是国际组织和军控 据称对美国事务也有相当了解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拜登准备任命外交政策专家坎贝尔来担任新设立的亚洲沙皇一致 此举旨反映中美关系日益重要 三位知情是表示拜登将很快宣布坎贝尔人选 坎贝尔是五角大楼前高官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也曾经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 金融时报在上个月报道表示 拜登正在考虑在白宫内部设立新的职位 应对来自中国的广泛挑战重要性不断上升 根据熟悉决定的人士说 做出决定的部分原因是由一位资深的亚洲专家掌舵 更好的整合不同政府机构和中国政策 拜登认识到中国是每个政府机构不仅仅是传统外交政策 以及国防经济相关部门都需要比过去要更多的来应对 首先的挑战 拜登在一月二十日上任后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从如何应对北京对香港的镇压到贸易政策 而坎贝尔将与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关系密切 他与美联储的理事结婚 而后者曾经一度有望成为财政部长 但是输给了珍妮特耶伦 坎贝尔与沙利文一起与日本的政策制定关系密切 被认为是对中国问题比较鹰派的民主党人 两年前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 在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多年来错误地预测中国道路后 华盛顿需要对其对北京的态度进行清醒地重新思考 当时他写道自从尼克松迈出和解的第一步以来 半个世纪以来记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 华盛顿再次过于相信其塑造中国轨迹的力量 而在本月在外交事务中所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中 坎贝尔则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将受益于从欧洲历史中汲取教训 包括需要一个盟友和伙伴联盟来应对中国挑战 他同时表示川普给亚洲盟友造成压力 拜登则表示重建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包括为了与中国创造更多的影响力将是首要任务 而拜登的过渡团队现在没有正式回应 置评请求